姑娘 而且包括她现在纠缠你 或者说花你的钱等等之类 都是你造成的 你培养的 对吧 你求人家来到你的城市 就别怪人家给你当大爷 在她的印象当中 她觉得我放弃了上海 那么高的工资 我来到河北 我陪你 你不就得对我这样吗 所以妹妹我跟你讲啊 你先好好的认清自己 先好好的爱自己 尊重自己 把自己看得重要一些 再去谈感情 千万不要轻易的 去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付出给他 然后现在得不到回报了 开始觉得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女生先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男人才会把你看得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这个男生 你甭说爱他 或者离不开他什么的 你完全就是不甘心嘛 因为你觉得 他现在好像是因为 跟他的前男友 是不是有什么瓜葛 所以你要探个纠情 探个明白 因为你长得像他前男友 他才跟你在一起 你觉得凭什么呀 对吧 就是不甘心的 所以 如果咱是个爷们 就放开吧 当你决定 要离开上海 去到他的城市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 我既然选择了这一步 我就不计较得失 因为你要认定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输得起 更何况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没有投入什么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